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几天大家特别关注的恐怕就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 但是拜登一上台呢果然没有给加拿大面子 上任第一天就拿美加能源项目开刀 撤销了美加水油管道拱星石 也就是K-Stone XL项目的许可 加拿大总理特朔多直言感到失望 加拿大学者呼吁报复 对一些特定的美国石油产品征收关税 直到美国同意撤回取消拱星石项目的决定为止 对 所以我们看到呢 当拜登上台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撤销了美加水油管项目的许可 然后特朔多 加拿大总理特朔多发表声明表示特朔一汉 然后呢他也向公众表示了 他曾经为这个项目做出的努力 然后呢他希望呢 比如阿尔伯塔省 萨省和加拿大各地的工人呢 永远支持他的一个决定 然后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单一能源供应国 为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做出贡献 并为美加边境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 所以能看到呢 这只是特朔多的一个说辞 但是整个框架呢 会让加拿大觉得特别的尴尬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前 请范老师先聊一聊美加水油管道建设的背景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我们先看看这个说十几年的一个美加水油管道建设 我们看看加拿大和美国的地图 能看到加拿大位于北美的一个北部了 下面靠近美国 上面向北极 左边是太平洋 右边是大西洋 全是一个天然屏障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用不着担心的外敌入侵 自立国以来呢就除了和美国有一些开战之外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战火燃烧到我们加拿大这片土地上 所以说这片土地的人民呢都非常悠哉悠哉 不紧不慢的生活 但是呢任何事情呢都是豁富相依的 优势反过来就觉得比较什么缺陷 大洋的相隔呢 让加拿大远离了战争 享受满满的安全感 但是让它远离了欧亚大陆 缺少了广阔的交易市场 为什么中东的石油呢 能销售到全球 除了成本低 质量好之外 那更关键的一条也是 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好 更容易呢运到全球各地去 而我们看看加拿大呢 石油生产集中于内陆的阿尔波塔省 不要说运到全球了 即使运到东海岸 西海岸 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所以说加拿大东部 宁可中南陵的美国进口石油 也不愿意从西部调运 就是因为成本太高 代价太大 所以说我们多年来呢 加拿大西部石油 主要供应美国市场 它有四条石油管道 第一个是 Enbridge的Mainline 第二个是Kinder Morgan的Trest Mountain 它的所有的起点呢 在阿尔波塔的Edmonton 阿尔波塔的首府 然后呢 它的另外两个管道 Spiratory Place和Trest Canada Kingston 管道的起点呢 位于阿尔波塔的Hardison 然后它每天呢 将阿尔波塔 几周边380万桶的原油呢 直接输送到美国 或者到西海岸再到美国 所以说由于前几年 由于阿尔波塔有一些大火 然后部分的油井呢 被迫停产 所以说 造成了整个石油的一个缺失 然后我们看到 去加拿大的石油生产协会呢 预测呢到2030年 加拿大原油产量 将会预增到每天554万桶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呢 未来几十年内呢 加拿大石油的增产量 将增加40% 仅靠当前的石油管道 自然是满足不了要求的 所以说加拿大的石油生产商 一直在探求 提高运输能力的可行性方案 所以几年前呢 Trask Canada 我们叫恒家公司啊 提出一个Kingson XL计划 就是准备呢 从纠结一条 从阿尔波塔 直通墨西哥湾的一个管道 我们知道墨西哥湾的 炼油厂内内是到处都是啊 所以原油需求量比较大 然后呢 能够消化阿尔波塔生产的重制油 所以这一方案呢 有利于呢 刺激石油生产 提升加拿大经济 因而加拿大政府呢 是全力支持 所以他们也希望呢 美国政府呢 能够得到一个批准 所以由于这个石油管道呢 会贯穿整个美国的南北 当时我们看到 奥巴马政府呢 是非常谨慎啊 就是说尽管该陷入的 南端的建设呢 有利于将墨西哥湾的原油呢 述望美国的西部市场 但是经过反复论证之后呢 奥巴马政府还是做出了一个否决声明 理由呢 很简单 是该计划不符合美国利益 污染环境严重 因为如果他 什么叫不符合美国利益 恐怕就是指 如果过度的依赖 加拿大石油能源呢 会冲击美国国内的 石油行业的发展 所以说加拿大政府呢 生产商在奥巴马政府 那个时代呢 都特别失望 但是他们表示呢 不会放弃 希望能积极争取 当川普一上来以后呢 就批准了 Kingston XL这个项目啊 就说我们直接可以从 阿尔波塔 把市的南段 直接到休斯顿那边啊 到墨西哥湾 但是呢 还没有完全建成 然后呢 美国的总统一换届 那拜登一上来 就否决了这个项目 那加拿大还有其他的石油管道项目 和输出市场吗 所以我们能看到 加拿大的石油管道呢 石油的一个开采 主要是在阿尔波塔 我们叫油沙 这是一个种植油 就是油呢 就说成本比较高 这种开采难度比较大 然后呢 因为在加拿大的一个中西部 所以说要把这些石油 要转移出去 要么靠铁路 要么靠公路 然后最便捷呢 就是靠石油管道了 所以说加拿大的石油生产商 也十分清楚 然后呢 在他们在计划 Trest Canada在计划 去建设Kingston这个规划之时呢 他们以前呢 有想过 把目光转向了亚洲市场 他们认为 就是美国犹豫不决 审批无望 还不如花点力气呢 去什么 去开拓亚洲市场 比如说中国 日本 韩国 以及印度的原油市场特别大 然后呢 那怎么 怎么去发展亚洲市场呢 就必须要从阿尔波塔 把阿尔波塔石油 运到我们的西海岸 遇到我们的BC省 BC省 然后再上船 用船海运 运往亚洲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个公司叫Enbridge 我们叫安桥公司 提出一个叫 Lauder Gateway的计划 准备修建一条 从阿尔波塔 到西海岸的管道 将原油输至港头 运船运到东亚 和东南亚市场 根据设计方案呢 我们看到 这个的一个起点 在阿尔波塔的一个叫 布鲁德海姆的一个城市 那终点是BC省的 我们叫弟弟马特 全场是1177公里 计划总投资呢 差不多80亿驾元 输入能力 每天能输出52万桶 这个量 如果这计划能实现呢 我们能看到 阿尔波塔生产的原油呢 就能飘扬过海了 进入东南亚和亚洲 和东南亚和东亚 但是呢 这个计划 这个输入管道 全在加拿大境内 按理说 应该比往美国的那管道 更容易实现 但是呢 它的同样呢 也被政府否决了 是因为什么 然后这个计划的线路呢 会穿越多处的山脉 湖区 河流 还有很多环保主义者 包括一些原住民的土地 他们是反对这个计划的 然后呢 2014年6月份 其实联邦政府呢 有条件批准了这个计划 让那些石油生产商 看到一滴曙光 但是没想到的是呢 联邦法院呢 在2014年的时候呢 前几年的时候 又否决了这个项目 所以说 搞来搞去呢 连加拿大境内的 这个输入管道 也没有得到批准 可想而知 要往美国建输入管道 被否决 也是在情理之中呢 那像您介绍的 Lorthern Gateway开展不顺利 K-Stone项目又被否决 那至于这种情况下 加拿大输入管道的现状 又是什么呢 输入管道来来回回 其实是争动了几十年呢 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说 由于主要的输入管道 项目被推迟或取消啊 输入管道的建设 一直特别之厚 包括刚刚刚我们讲过的 Enbridge的L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和Trance Canada的Energy East 和Easter Main Line 两个项目 已经都被取消了 那这个被取消原因 我们也讲过了 就包括法律政策的一个障碍 反对了政治声音 不再变化的一个市场的多种因素啊 目前还在建货 还在谈的是一个叫 我们叫恒山输入管计划 大家表清楚呢 叫Trance Mountain Expansion 和一个叫三号线替换计划 Line 3 Replacement Project 以及被刚刚被那个美国政府拜登否决的 Kington XL管道 其实都都面临了继续的延误啊 主要是因为环保评估和法规的阻碍 以及政治反对 所以关于恒山水管计划 我们知道2019年啊 自由党政府当时宣布呢 就是说批准了 然后呢希望这样呢 也能把阿博塔的石油送到B-Session 再出口到亚洲各国 但是呢 也遭到一些反对声音 所以联邦政府不得不 讲这个管道购买了 然后呢进一步的一个推进 所以说 Enbridge的三号线的一个预期呢 就是说也是因为许可证被严重耽误了 可能还有过几年才能投入使用 输油管道的不足 使得西部的石油 不得不依赖于铁路来运输 不过铁路运输成本更高 安全风险也更大 所以说运输能力不足呢 导致原油库存增加 也是让加拿大石油是被储存起来 并没有进入一个市场 那说了这么多 到底拱心石输油管道是什么呢 这个英文叫做Kingston Pipeline 是连接加拿大和美国 一个石油管道系统 它是2010年投入使用 它的管道由TC Energy 和阿尔伯塔省政府 公共拥有的 它起点呢 位于阿尔伯塔省的一个 加拿大西部层级的一个盆地 那终点呢 分别位于美国的 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的 一个链油厂 以及俄克纳赫马州的 一个新库的油罐厂 和石油管道配送中心 当这个Kingston这个管道项目 打算进行第四期 第四期我们叫做什么 Kingston XL 加达加长啊 XL 然后这个工程呢 引起了环保主义者的反对 所以15年呢 这个第四期这个项目呢 就被美国总统奥巴马 暂时推行的 然后呢17年呢 川普上台以后 允许他继续建设 21年拜登上台以后 第一天就取消了这个项目了 那这其中又存在着什么争议呢 所以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个输油管道的 分为四个阶段 大部分的都是在美国境内 前三个阶段呢 从10年开始到14年呢 都不难不禁 都搞成了 但是因为第四阶段呢 就我们讲的XL 它试图增大原油输出量 并且更短的距离呢 穿越美国的一个加州无人区 那以及随之而来的 环境隐患呢 在美国引起巨大的争议啊 在加拿大呢 为什么这个项目能得到很大支持 是因为加拿大输出的贸易输出品 这是石油啊 是一个很多省份的经济支柱 而这个拱新石的项目呢 能让加拿大和美国 进一步加深人员合作 所以说加拿大政府呢 这边是特别青睐 那石油公司的重金游说 和偏向利益的那个 那些右派的那些党派呢 大力推广 也起到基地的作用 但是呢 就是说在对美国的群众来说呢 这石油管的一个项目呢 被视为石油产业贪难的扣账代表 第二呢 是由于这个项目的建设呢 会穿过美人刚刚讲的 那个原住民的部落 国家公园 社区 可能会造成一个污染 这样的话 加州美国环保界的一个 拒绝自定游说 奥巴马政府呢 当时是没有通过的 但相比环保主义的诉求呢 政客的政治计算 其实有更大作用了 随着传统 美国传统票仓 一个环保左派的抗议之声 日渐响亮 那美国政客呢 就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了 他为了赢得选票 所以说他必须要去顾忌 和否决相关的项目 然后否决了这个项目以后呢 美国其实依然需要从 海外进口边游了 就无法 加拿大无法满足的需求呢 他们可能从墨西哥 或者委内瑞拉进口 所以说不管 其实这两国的 从技术和经济利益来说 的要求都远远低于加拿大 所以说美加之前的输入管 到现在这个模块 到后面还是依赖于什么 铁路海路的运输 这无疑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说起来 也不是特别环保的一个手段了 那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了这个 拱心石项目 拜登上任否觉得他的后果 和连带的其他反应 都有些什么呢 所以我们能看到呢 最近呢 油管线协会的一些主席执行官啊 就说拜登的心灵命 无异于扼杀一万个工种岗位 从工人口袋里 偷走了22亿美金的工资 这不是美国人想要的一个政策 然后呢 因为这个石油管道第四期的施工呢 会创造一万个美国的高薪就业 所以说这样的话 会造成很多人去失业 然后相关的施工单位呢 已经开始裁减一千个工作岗位 他们开始有序的一个关闭施工了 就说你搞到一半 全部都要撤回了 然后根据加拿大政府2019年的统计呢 加拿大的石油出口呢 基本上都是对美国出口的 加拿大石油出口呢 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了10% 并为加拿大提供了55万个工作岗位 所以说整个阿尔波塔省呢 已经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15亿加币了 并提供了6亿加币的一个担保 然后刚刚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 阿尔波塔省已经取消了 强制削减石油产量的规定 认为他认为呢 就管道上有足够的空间 让生产商利用现有的管道容量 并创造就业 所以我们能看到 加拿大已经投入巨额的资金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阿尔波塔省的省长呢 Kennie 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 就是说他表示担忧 他强调呢 取消这个Kingston拓展项目呢 将使美国更加依赖 欧佩克的一个石油进口 从而将减少就业 虚弱美加关系 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 然后我们能看到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领袖呢 奥托尔他一讲 他呼吁呢 特鲁多与即将 已经上台的美国新政府呢 就是密切联系 以确保项目能够继续推进 那运营该管道的一个TC 那个能源公司的表示 到2023年呢 管道投入使用时呢 他们会实现 就是说近零的一个排放 然后为了赢得拜登的支持呢 他们还承诺 到2030年呢 将可只使用可再生能源 所以说 就这消息影响呢 他们的股价也大跌 就整个来说 对美加关系 和加拿大的经济 以及石油相关的一个产业 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一个影响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 项目的背景和渊源 对于被美国政府 否决的这一现状 那范老师您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加拿大会特别尴尬了 因为在加拿大前几年 一直在拓展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 那因为中美贸易的纠纷以后呢 加拿大站在美国这一边 包括了我们华为孟晚舟事件以后呢 让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呢 比较紧张一些 当然呢 但拜登一上台 背后又插了加拿大一道 把这个项目呢 否决了 那石油怎么输出呢 是不是还是要往亚洲输出呢 也是给加拿大联邦政府 自由党政府摆上桌面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紧跟美国节奏 还是继续拓展中家关系 所以说这是特别难的一个问题 也是考验政治家智慧的一个时候了 那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多 更精彩的财经内容 方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们继续关注拜登上台 然后产生了一系列对经济影响措施 那我们下周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